在这儿 除了我 你是不是就没有别的朋友了 还真有一个 几年前绘画论坛上认识个网友 聊得还挺好 然后呢 联系方式没了呗 失联了 那不等于没有吧 走啊 做这个 你不必从前了 别挑三减四的 赶紧的 还得给你租房呢 就算我再穷 我也不坐你那破车的 你快点 这个可是优质客户 我跟你说 你这个你要是项目中的话 那真就没 这小电动还挺刺得起 到了啊 进来 你呀 现在这点钱只够合租的 这个房子是我找到目前最好的了 你进来 来 你看看 怎么样 我先去给客户回个电话 你先看着啊 你先看着 你先看着 我一会儿回来 哎呦 好香啊 我去 这水动都是坏的 得让房东秀一秀 哎呦 对不起 对不起 小火煮两分钟 小火煮两分钟 哇 这盘子洗的还真干净 哎呦 这字写的还挺可爱啊 嗯 头绳两块骨 气得这么细啊 哇 好少女啊 这沙发好硬啊 个头晃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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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沙发了 怎么样看着呢 不错吧 还行吧 不过这合租吧 你先你先来看看你房间 来 不是 是你 晨恩 你俩认识啊 那正好了 以后合租方便了 啊 可是我租房的时候说过 不跟一心合租的 是 是吗 嗯 我我我先看看合同啊 没事 这个 你看 这上也没写 你说你不跟一心合租啊 但当时租房公司答应我了 那个 口头写一般都不做书了 是吧 嗯 嗯 合同上没有规定 我确实有权合租啊 可是我当时跟租房公司约定好了的 但大家都是看合同的呀 你放心 合住的话 我肯定不会打扰你的 要是你违约 可能还会有点违约金哦 嗯 嗯 对 肯定会有违约金的 这个 你被约了 是不是 嗯 嗯 啊 有招了有招了 哪呢哪呢 我给它灭了 这里 哪呢啊 你没看到啊 我最怕蟑螂了 我可怎么睡啊 嗯 这样吧 那你在沙发上睡 我给你守着 嗯 那那好吧 嗯 诶 诶 那你不睡吗 诶 我天天熬夜 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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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谢谢啊 我怕你着凉 我给老刘打电话 喂 老刘啊 这房子有蟑螂啊 你联系房东 赶紧把蟑螂赶走 我跟蟑螂只能留一个啊 第二点你不能来了吗 没事 我早就说不让你们来了 来这一趟也没什么意义 好了 你们来了我更麻烦 小鹿 毕业典礼 你家里人怎么能都不出现呢 顾亦哥 别傻站着了啊 来 我给你拍照 来 站到这边 笑一个啊 再笑得开心一点啊 不错 不错 今天谢谢你了 顾亦哥 哎 举手之劳 哎 照片披的真好看啊 主要啊 是人好看 顾亦哥 你怎么天天吃这个啊 啊 这个省钱 而且味道也不错 可是省钱也不是这么省的 升级最重要 哎 对了 顾亦哥 你怎么天天都过这么节俭啊 啊 做生意失败了 欠了不少钱 我现在富二代 负债的负 顾亦哥 你负债还表现得这么轻松 真厉害 其实 我毕业最大的愿望 就是希望在这个城市 有自己的家 我也在努力攒钱呢 哎 真好 那我们都努力挣钱 嗯 那我们比赛攒钱吧 开始攒多 好啊 明天我就约个工作面试 工资可不低哟 顾亦哥 加油 嗯 加油 嗯 您 您好 来了 这 谢谢啊 是我简历 顾亦 对 啊 怎么是他呀 人到齐了 开始吧 其实没必要浪费时间 你没资格坐这儿 你走吧 我是被邀请来参加公司面试的 嗯 您是不是看错资料了 看着别人的资料了 顾亦 是你吧 我 没什么工作经验 你怎么觉得你有资格在这里工作 我 真是浪费时间 顾亦 顾亦 刚刚那面试官挺讨厌的 这个世界倒是什么人都有啊 你这么大度啊 为了生存呗 你看起来不像是个缺钱的人呢 怎么 公司破产了 嗯 我就随口说说真的给我说对了 对 做生意破产 负债不少 我来这个城市就是想办法还站 不想脱离身边人 所以你是偷偷来这儿的 你身边的朋友都不知道 嗯 挺爷们儿的嘛 改天再聊 我还得参加个面试呢 哦 拜拜 你说他这画的是什么呀 你们懂什么呀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这种画也能卖钱 你这画就是浪费颜料 空钱 老板 你听我说 这是名画红黄蓝的构成 我给改造了一下 你少给我解释 再解释 走人 我 老板 这幅画我要了 学思 其实你这幅画真挺好的 特别有想法 特别有想法 你要不要考虑换个工作 我找了十几份工作 才找到这个 应该不好画 你也不用谢我 还是因为你自己有这个能力 你也不用谢我 还是因为你自己有这个能力 喂 喂 你是不是在一个美术馆呀 你怎么知道 我刚出差回来路过的时候看见你了 我现在过去找你啊 别别 怎么给挂了 小鹿 顾一哥 你的新工作看起来真不错 我今天过来就是想告诉你 我跟 你能不能也在这儿啊 云司介绍我来的 带培训班 学生多的话 钱还不少呢 那你现在是不是缺学生 对啊 没有学生就没有奖金 是啊 装生才给你奖金呢 我可以做你的学生 不过我得先考考你 先给我画一幅画像 顾一哥 你答应他吧 有奖金呢 我觉得这个考验也挺合理的啊 你就画吧 那我 给你们三个人多画 因为现在算是要的 有奖金呢 好 好 顾一哥 画的真可爱 我对觉得画的都是同一个人的 一会儿你们都有什么计划 今晚我朋友在叫我轰扒 你要不要起来 我可以把它们发展成成学生 我这边想把一个房间改成画室 其实我挺想让你给我点建议的 顾一哥 我们公司要画一个墙会 我可以跟老板申请让你试试 可以的话一晚上能重五百呢 你怎么刚一进屋就开始看画了 随便看看 那你看出什么来了没 这是毕加索的不朽剧作 这幅画呢刻画了一位极其悲伤的女人 悲气的命运与感情 用粗放的颜色细密的笔触刻画了出来 画中呢多用三角形 人物的悲伤表现得极其尖锐 至于这幅十岁者 这个就更厉害了 这是法国画家弥勒的十岁者 这幅画表现的是民众的疾苦 但你看啊 这三个十岁者的头巾 弥勒却使用了红黄蓝三种不同的颜色来表现 红黄蓝三颜色呢 在这里运用的十分巧妙 画面整体也使用了名人的暖色调 是整个画面啊 给人感觉安静又庄重 最后这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嘛 这个就更厉害了 这是法国画家弥勒的十岁者 这是法国画家弥勒的十岁者 这幅画表现的是民众的疾苦 但你看啊 这三个十岁者的头巾 弥勒却使用了红黄蓝三种不同的颜色来表现 红黄蓝三颜色呢 在这里运用的十分巧妙 画面整体也使用了名人的暖色调 是整个画面啊 给人感觉安静又庄重 最后这幅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嘛 荷兰黄金时代三大画家 维米尔的代表作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这幅画呢 使用了全黑的背景 使花中的人物尤为突出 就好像在黑暗中 穿透出了一缕阳光 达成了相当强的三维效果 说得都很有道理 顾云挺厉害呀 这个好好看 这有什么好看的 那个我宣布是 今天呢 是我第一次发工资的日子 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呢 我最要感谢的人就是 你 你 还有你 话就不能一口气说完啊 今天呢 我请你们吃大餐 挺好吃的 都有份啊 不着急 不着急 顾云哥 大餐是什么 你们等着啊 我这次就跟你们做大餐 谁啊 我去开门 顾云 今天晚上大餐都有什么 要什么有什么 要什么有什么 房租有吗 房东啊 您怎么来了 交房租啊 你不要还两天行吗 不行 要么交钱 要么搬出去 我真没钱啊 没钱 没钱吃大餐 要不我给你收收行李 别别别 那 那我住哪儿啊 去我那儿吧 我们家 我 我那儿每天都有聚会 人也多 多你一个也不多 去我那儿吧 我们家现在空了一间卧室 主要领你上班的地方安静 我那儿还有个画室 你可以画画 我还是不办了 快麻烦的 肖罗 房租 我下个月给你 我帮他付 你帮他付 前几天交房租的时候 不说没钱了吗 我还够 赶快吧 你俩行 我有点事 那我先走了 今天中午没做完的饭 我又做了一下 来 给你尝尝 好不好吃 谢谢你啊 肖罗 你帮我付完房租 你也没钱了 没事 等你有钱了 还我就试了 吃蛋糕 还吃蛋糕啊 你中午没吃够啊 嗯 其实 今天是我的生日 啊 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都没给你准备礼物啊 没事 你能一起过 已经很好了 不过 我还是有一个愿望的 那什么 不用花钱 不用花钱 就能实现的那种 那你说 我肯定帮你实现 那 你陪我去个地方 走 耶 跟我来 私自翻墙 罚款五十 啊 这怎么还不让进啊 这写着呢 翻墙罚款 哎 不管那么多了 哎 你就不问问我 为什么要来这儿吗 哎 不需要问 因为这是你的生日愿望 我呢 就是要帮你实现生日愿望 哎 不过 这个墙这么高 怎么翻过去啊 哎 没问题 肯定能过 来 上来 顾一哥 这药能行吗 哎 放心吧 顾一哥 谢谢你 走吧 嗯 嗯 现在能告诉我啊 咱们为什么来这里了吗 我看网上说 这里是看流星雨 最好的地方 而且 都说流星雨许愿 与生日许愿叠加 会双倍灵验哦 嗯 勉强 有一点点道理吧 你不许笑我 你的愿望是什么呀 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你能早日还清所有债 哎 这么多乌云 什么时候能看到流星雨啊 哎 别着急 再等等啊 哎 有亮光哎 哪有亮光 干什么的 哎呦 哎呦 快跑快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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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啊 啊 啊 来追过呀 我在这儿呢 哎 别动 快跑 快跑了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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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担心啊 就我一个口残 肯定不让他罚款 你等我啊 保安大哥 你听我说啊 你自己会儿跟我说了 开门大门就是现在太精神了 我让你把满满的手上 你把满满的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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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了哥 他罚款吗 罚呀 罚一百 收集我都写好了 你俩 谁扫的下 给吧 不给还涨价 下回头注意点啊 小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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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罚款 我发了工资再给你啊 没事 就是今天没许晨运 算了 我先回去休息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来 把眼睛闭上 啊 为什么 哎 你就闭上跟我来 哦 你要带我去哪儿啊 哎 你跟我来就是了 我来 慢慢睁开眼睛 哇 好漂亮啊 我做的 来 快许个愿吧 嗯 这要许愿肯定离愿 顾一哥 我今天买了好多东西呢 够我们吃好一阵了 也不至于买这么多吧 划算嘛 省好多钱呢 顾一哥 其实我一直喜欢两个人一起做饭吃饭 那以后咱们就一起做饭吃饭 顾一哥 来 给你尝一下饼干 啊 谁啊 我去开门 我去吧 来 顾一 你逃不掉的 啊 沈会兴 嗯 看到我开心吗 有没有想我 有没有想我